大家好,我是Gordray 现在新冠病毒的事情在日本,韩国和意大利已经比较严重了 那在美国这个情况怎么样? CDC说美国有可能会爆发疫情 那美国准备好了吗? 在中国差不多每一家医院有一个地方叫法人员长 一般在门口 那我现在在一个很厉害的女儿医院叫Bellefue Hospital 我现在在医院的门口 第一,她没有一个法人员长 第二,她没有一个高手 告诉你,如果你发热,你应该做什么? 那CDC说,如果你觉得你病,你需要戴口罩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美国买不到口罩 Do you have a mask available at the hospital? Yes, so what happens is because the masks right now are very short But we have them behind here So we have two Loranine? Yes, in the sanitation in the sanitizers Right So Bentley这里有口罩 他们在这里说, please take a mask 但是因为很多人透,所以他们不要把口罩放在这里 So我在这里已经差不多了20分钟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戴口罩 医生也没戴 那我们的医生的口罩够了吗? 我们的Health Security说了 所有的医员在美国一共只有三千万个N95 但是她说了,如果我们爆发疫情 我们需要三一个N95 所以我们医生的口罩也不够 那我们的窗够不够? 那Wikipedia说 中国每一天人有4.3个床 在美国只有2.8 如果中国的床不够 那美国的床更不够 纽约市长说现在只有1200个负压床位 所以要需要很多专业设备 如果美国现在有几千个人的话 我不觉得所有州的医院都有这些医疗设备和专业的防护措施 那除了床,我们的医生够不够? 如果你以为是爆发疫情 其他的地方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地方的医生可以来 你以为是帮忙吗? 那这个有一定的难 因为第一,我们差不多所有的医院都是private hospitals and 第二,我们有一半的医生是self-employed 所以如果他们来,你有些帮忙,谁给他们钱? 只觉着这个问题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爆发疫情的时候没有很多时间 在美国,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病毒 你应该怎么做? 那CDC说 stay home and call ahead before visiting your doctor 你的医生做什么? 他会去叫一个ambulance送你去医院 但是那个ambulance不是免费的 在美国一半是1000美元 大部分人没有这么好的保险 所以有可能需要自己付很多很多很多钱 除了医院,我们看看美国的公共场合 在中国你们有很多地铁管理人员 但是在美国我们一半没有很多地铁管理人员 那在美国我们一半只有经常看有没有人逃票 那如果美国有疫情经常会去忙别的 那谁在地铁站检查大家有没有戴口罩,有没有发烧 那你有一地铁每天有570万人坐 那这么多人没有办法管 你很害怕的吗? 你很害怕吗? 你不怕吗? 你不怕吗? 你很害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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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看见 医院士说它是真的一个当时的时间 所以我们能够帮他做最后的拖延的 像用手机的水分 再做什么 你做到什么? 没有 你没有什么衣服? 没有 我只是没摆拭东西 我能够的东西 我们来说我们不是 我们应该 为什么不怕? 有很多事 就是流量 if I get the flu then I'll have the flu and then I'll get over it okay if you stay healthy and are careful wash your hands then you should be fine have you made any preparations besides washing your hands nothing beyond that really you know just trying to stay as healthy as possible why are you scared why if it does get increase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chaos jobs closing down I'm assuming for people not going to work school's getting closed down where are the kids going to go especially parents that work and don't have for drop-off kids or the means to pay for a babysitter so you know the hospitals I'm assuming they're going to be swamped so it's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那我刚刚采访几个人有人担心这个病毒有人不在乎 但是他们都没有准备好那我自己我真的要准备好 我昨天晚上我要买有一些emergency food emergency food就是广透的套餐 可以放寒酒有一些是几十年但是他们都买完了 那总来说如果美国爆发疫情美国准备好了吗 我知道美国没有准备好 那第一 医院没有准备好 第二 城市管理的人员不多 第三 我们的口罩不够 那如果美国爆发疫情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到时候我给你们拍一个视频 好 那我现在去买面粉 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 我是郭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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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关 dar 你就可以 admitted 我试一经